好 学院 我寄希望于你给我拿下苏碗 把调陈毅、苏毅这颗钉姿 请委座放心 我决心已完敌决意死战 好 好 好 我知道你是个拼命三郎 你准备用谁打先锋 第一绥靖司令李莫安 好 好 好 黄埔生刘传有 文有贺中寒 吴有胡宗南 又文又武李莫安 那个素玉不是对手 好 过两天我去庐山避暑 在那里我等你的好消息 绝不辜负伪作信任 苏北大战就要开始了 蒋介石的军队将由徐州向南 由京浦县向东 由江北向北 三方面同时动作 进攻我苏晚解放区 其战略目的十分明确 立球想先解决苏北 然后打通京浦平汉 根据这种形式啊 苏玉提出 现在内线打的方案是正确的 这些人 离开了解放区 部队的几百万金粮食 都很难筹集 我赞成他的 但是待敌人向我展开进攻时 我军各部先在苏中 苏北的内线地区 打起来的主仗 最好啊 先打几个胜仗 看出敌人的弱点之后 再由山东野战军 和禁忌鲁豫野战军加入战斗 最为有力啊 我赞成主席这个方案 要告诉刘邓 一方面整讯 一方面等待时机 先不要轻易出动 要把苏北大打的消息 告诉李宪念部 他们冲出了重围 到了厄狱晚 川山 广大地区之后啊 就让他们各部队 在外线呢 牵制国民党军队 他们能牵制国民党的军队 帮助内线作战部队取得胜利 这是第一阶段 等到我内线部队啊 渡淮河 向南 就可以和那里的中南部队会合 夺取信仰 大别山 安庆一线 这是第二阶段 朱老宗啊 你看看 这算不算一个完整的作战方案呢 当然算了 不过我们打的是如意算盘 还要靠这些老总们去真枪实战的打喽 我相信苏裕第一仗就能打赢 好 那我就起操电报了 好吧 请坐 本来我想高高兴兴的请工作人员一起欢迎新大使的造法 但是我实在高兴不起来 这是我刚刚收到的电报 请 这个我也是刚刚指的李公浦文艺多二位教授都是美国留学回来的学者 我想我上任的第一件事就是向蒋主席提出追查这两起谋杀的凶手 还人民以和平的气氛 如果你真能这样做 我表示感谢 我知道大使先生一直在为中国的和平和民主做着努力 这是我应该做的 我曾不止一次的说过我是美国人也是中国人 我爱美国也同样爱中国 我生在中国也要死在中国 您的这句话在中国广为流传着 我也耳闻过 所以嘛 既然美国政府现在给了我大使的权利 我就要努力的为美中友好做一些积极的有益的工作 大使先生 我代表中国共产党和毛泽东主席 对你出任美国驻中国大使表示热烈的欢迎 我非常感谢 好 司徒教授 中国政府祝贺你容认美国驻华大使 请坐 谢谢 我本人非常感谢蒋先生对我的信任 我已经是年于古希了 我本打算在辞去燕京大学的校长职务之后 能够在中国安度晚年 没想到杜鲁门总统任命我做驻中国的大使 我想这都是马歇尔将军的主意 这当然是 我当然是不能推辞了 司徒教授的学生扁天下 在国共两党内都有 我看马歇尔将军是看重您 能在政治谈判中施展您的影响吧 我很赞成将军阁下的观点 国共双方应当停止敌对行动 把中断了的谈判恢复起来 这大概是对付共产主义运动最好的 也是唯一的办法 如果蒋主席能够领导政府的改革 是非常有利的 如果继续实行武力是不利于政府的 而且还将会对外国共产党的影响 造成可衬的机会 我是很愿意与共产党继续谈判的 至于您说到改革 我看在九十月份就可以着手进行 全面内战 以1946年6月底 国民党反动派向我中原解放区的进攻揭开序幕 以七月开始的国民党军 向我苏丸解放区大规模进攻揭开端 中国共产党清醒地看到 国民党决议要用武力消灭共产党 谈判完全成为烟物 战场上大打出手 谈判桌上大奖和平 构成了中国局势的一个奇特现象 国共两党都很清楚 真正的和谈已经随着战争的开始而结束 而和谈的旗号 还要随着战争的蔓延而继续打了下去 看着什么事 快进摇动躲一躲 这 这 很危险 来来 快跟我们进摇动 来来来 快 司徒先生 我也像中国人这样称呼您 我发现您与周恩来和蒋介石的谈话的方式 要比我与他们谈话容易被接受 看来这就是长期生活在中国的作用 我的看法对吗 将军先生过奖了 中国人的心态确实和美国人不一样 通过了解 我认为国共双方的立场相聚太大 他们之间的对立程度 比您向我介绍的还要严重得多 是 共产党坚持要求首先无条件停战 然后再商谈其他的问题 而国民党则坚持要求共产党 首先让出苏北等四个地区 并且交出地方政权才考虑停战 就这么僵持着 我现在可真是一筹莫展 尽管他们分歧很大 也尽管他们在几个地方打得十分激烈 但是国共两党有一点是共同的 他们都声称不放弃和谈 我想这就是我们调解的基础 这就是为什么我向蒋主席提出 成立一个特别小组的原因 我想只要他们有愿望坐在一起 我们就可以找到一条 弥合他们分歧的途径 好啊 有道理 你又燃起了我对和谈的信心 周先生 欢迎欢迎 将军阁下 你好 周先生 大使阁下 你好 我打搅你们了 没关系 我们正有事要找您呢 请不回首 周先生 收敏共产党 很自信 看来我得接着杜鲁门总统阁下了 干什么 由总统写信给蒋介石 劝他停下内战 并且走回到谈判桌来 不然就对他实行武器禁运 除非在和平解决中国内部问题上 能确保在短期内 能够有真正进展 否则将不能期望美国舆论 对中国持慷慨大方的态度 美国政府也不得不重新解释 对华的立场 好像很严重 这是马歇尔的主意 说不定这封信就是他起草地 信中的意思是 如果中国不尽快实现和平 白宫就要改变援助我们的政策 这是吓唬人的 这句话我听马歇尔说过多少次了 狼来了 汗多了谁还相信呢 信不信是一方面 美国需要我这个朋友 需要我帮助他们对抗苏联 他们能跟毛泽东去交朋友吗 不会的 还有那些小党派 他们哪一个能成气候 在中国 美国只有依靠我 依靠我的政府 所以 他们就必须给我援助 可是 马歇尔 司徒雷登 还有杜鲁门 都在跟你念和平经啊 他们想当和平使者 不相信我能消灭共产党 他们想在我这里 推行美国的民主政治 这就是 我和他们的矛盾所在 他们没有看到中国的国情跟美国不一样 我信 你看 我在三五个月内消灭了共产党 美国比我还高兴呢 大令 你把美国人给砍透了 刘邓出击龙海县 给蒋介石这一刀捅得不轻 我和润志正研究他们的事呢 作战十三天 坚定一万六 解放县城五座 占领火车站十三处 破坏迪铁路线两百里 打乱了蒋介石的部署 努力地支援了中原突围的部队 好 给刘邓发电报 祝贺他们的胜利 另外 嘱咐他们 我们出击龙海县的目的已经达到 没有必要继续和敌人纠缠 立即将主力部队撤到龙海县以北的 即鲁豫地区进行修整 好 我去办 老宗啊 刘邓这一仗啊 打得漂亮啊 飘就飘亮在出其不易 集中兵力 歼灭 分散之敌啊 我看 这是以后啊 我们一个普遍的作战原则 凡是无把握的仗 不要打 打得必胜 与敌军作战 美战 必须以优势兵力于敌人 三万打一万 减免一个 再打一个 各个击破 从总数上 敌人多过我们 从具体战役上 我们多过敌人 敌人啊 装备又好 我们不能在具体战役上 有平均用力 普遍求胜的心理 这就叫 集中优势兵力 各个见面敌人 你说的很重要 这种打法 又能全歼敌人 又能速战速决 这个经验 应当向全党强调 战役部署 战术部署 都要这样做 准之 写一个党内批示 发下去吧 让各业战军团都明确起来 好啊 我们可以先按这个方针部署 再打几张啊 总结出来的经验会更准确 这事怎么回事 刘邓怎么突然出现在龙海路上 大优直逼郑州徐州 威胁我南京之势 要马上调集部队 把刘邓给我挤回台航山去 回座 我已经做了部署 命令五十五师 由马木吉西进增援 六十八师由开封东进增援 命令刘志从玉西陕南 围剿中原共军的部队中 抽出三个整编师 向开封击进 命令薛岳部 从进攻淮南淮北的部队中 抽出三个整编师 赴徐州荡山一线 这样从东西两个方向 夹击刘邓 夺回龙海路 可以 你们两个都辛苦一趟 去郑州独占 帮助刘志进行部署 刘伯承不是好惹地 这一仗只能胜不能败 是 是 贝座 我驻美使馆来电 念吧 是 美国颁布了 禁止自美国的太平洋基地运输军火 戴中国的禁令已生效 美国国务院已对我现款购买之军货 拒绝发给出口证 给我招马歇尔来 就是我要见他 是 怎么样 我们准备第五次上卢山吧 将军阁下 您比蒋介石年长七岁 他怎么能这么好意思调遣您呢 从南京到卢山 又是飞机又是汽车 还有那种让人坐着又害怕又难过的滑干 路上整整花去五个小时 才能到达那里 我建议您不要去了 他有事找您就请他下山好了 宝德 你不耐烦了吗 不 将军 我是为您的健康 前四次上卢山是我找他 这次是他主动邀请我 我想肯定是总统的信件起了作用 因此我要去 是中共的军队在江苏龙海沿县山西大同 向我政府军发动进攻 想把谈判作为拖延时间的手段 我政府完全是防御性的 主席先生 难道您教我上山是为了跟我争论 谁在进攻谁是防御吗 我已经六十六岁了 从南京到庐山并不是一个短短的路程 我也想借此 让你在山上多休息几天 我感谢主席的好意可我能安心吗 请坐 谢谢 主席先生 我这次来 我还是想再一次向您提出我的忠告 内战是不会给政府带来任何好处的 不要相信你党内的好战分子的话 什么三五个月你们就可以消灭解放区 消灭共产党 这简直都是些好 感谢观看